北京时间8月5日凌晨 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最后一轮 中国女排总比分3比1逆转塞尔维亚女排 取得小组赛三战全胜 以小组投名的方式晋级8强淘汰赛 确定提前不会跟意大利巴西众多强敌 按照及时排名的话 四分之一决赛可能遭遇塞尔维亚前二轮 中国女排连胜美国法国 开局二连胜提前锁定一个八强席位 塞尔维亚首轮战胜法国之后 四轮不敌美国 尚未锁定晋级资格 所以这场比赛变为了非赢不可的关键战 今年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战胜过塞尔维亚 不过那个时候塞尔维亚并非最强阵容 所以没有参赛意义 第一局中国女排状态不佳 塞尔维亚25比21拿下 进入第二局 中国女排找到了比赛状态 在李盈盈朱婷的带领之下 让塞尔维亚感受到了压制 强攻 篮网 发球都能造成威胁 25比20胜出 第三局中国女排延续了 第二局的出色表现 中间一段突然拉开分叉 25比22再胜 总比分2比1领先 占得主动权 第四局 中国女排一度拉开分叉 20至15 随后被追到21比21平 最后失刻 中国女排顶住了压力 29比27险胜 总比分3比1实现了逆转 数据统计 李盈盈28分 龚翔宇17分 王媛媛11分 袁星月9分 朱婷7分 刁玲宇5分 吴孟杰5分 A组最新积分榜 中国女排三战全胜 积8分 投名晋级 美国积6分 锁定第二 塞尔维亚 积4分 锁定第三 三队携手出现 法国0分 沦为垫底出局 此外 所有参赛12支配球队的总排名 意大利 积9分 高居第一 中国女排 积8分 升至第二 巴西 美国 波兰 土耳其 塞尔维亚 多米尼加 分裂第三至第八 根据规则 八强淘汰赛对阵 是蛇形队位 现在四分之一决赛 及时对阵变为 意大利VS多米尼加 中国VS塞尔维亚 巴西VS波兰 美国VS土耳其